以色列向美國保證不攻擊伊朗核武器或石油設施 北韓開炸鐵路導火線竟然是因為一張傳單 中共如此鞋陰爛劇 網民擔心爭釀沉默都是罪 印度與加拿大關係惡化 與巴基斯坦關係緩和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每日要問》 我是黃蓉 今天是10月16日星期三 70歲的香港劉先生 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 不僅成功控制了血糖 還減了二十多磅 甚至連灰甲和香港腳問題 也得到改善 這一切都貴功於三高代謝寶的獨家配方 全方位調節身體機能 平衡陰陽 激發自我療癒能力 如果你亦想了解這款純天然健康產品的秘密 千萬不要錯過節目結尾的分享 美國一直勸阻以色列 不要對伊朗的核設施或石油設施 進行報復性攻擊 以色列總理內塔利亞湖辦公室 15日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我們聽取美國的意見 但將會根據我們的國家利益 作出最終決定 據《華盛頓郵報》報導 內塔利亞湖表示 以色列將會好像4月份 對付伊朗襲擊時一樣 只是攻擊軍事設施 《華盛頓郵報》說 華盛頓鬆了一口氣 近期 美國財政部擴大對伊朗石油和石化行業的定向制裁 以色列要求美國對伊朗進行禁運 因為伊朗違反了國際法 並襲擊了以色列 歐盟和英國也擴大對伊朗制裁 《華盛頓郵報》報導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伊 15日在社交媒體發表文章 譴責歐盟和英國進行新的制裁 伊朗指新制裁 違反國際法 並否認向俄羅斯提供彈道導彈 歐盟14日對7名伊朗人 同7個企業或組織進行制裁 原因是他們和伊朗 向俄羅斯轉讓彈道導彈有關 名單包括薩哈航空公司 馬漢航空公司 伊朗國防部副部長加蘭達利 以及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官員等 受制裁人士的資產將會被凍結 並禁止前往歐盟 與此同時 英國擴大對伊朗的制裁範圍 不過報導沒有提及詳細的制裁內容 但X平台有網友表示 英國宣布 對幾名伊朗高級軍事人物和組織進行制裁 另外 剛剛被任命1小時的拉德曼部隊新指揮官 阿西里被以色列斬首後 國防軍14日發現 真主黨精銳拉德曼部隊的地下建築總部 大約800公尺場 接近與以色列的邊境地方 立場在黎巴雷南部平民住宅區 以色列國防軍15日上週還表示 過去24小時兵分六空兩路 攻擊真主黨在黎巴雷南部超過200個據點 接下來 真主黨專門負責無人機發展的127部隊 將會成為以色列軍隊最新的殲滅頭號目標 報道描述127部隊向伊朗學習無人機技術 在製造和部署方面的專業知識不斷增強 可以有進攻行動到情報搜集等多種用途 另外127部隊的觸覺 超出黎巴雷 與伊朗當地部隊直接合作 在敘利亞建立無人機基礎設施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該部隊與伊朗聖城裡第三四零部隊密切合作 三四零部隊幫助伊朗的代理人 在整個中東發展自主武器生產能力 同時路透社報道 以色列部隊15號加強加沙走廊北部 賈巴利亞難民營周邊地區的攻勢 以色列軍隊與巴勒斯坦伊斯蘭主義組織哈馬斯擊戰的同時 還要求居民離開住所 遷往加沙南部的安全地區 以色列軍隊現在已包圍賈巴利亞難民營 並派出戰車進入附近的貝特拉希亞鎮和貝哈魯鎮 目的是要消滅、試圖重新集結的哈馬斯武裝分子 據聯合國估計 現在加沙北部仍然有大約40萬人還未撤離 25號 伊斯蘭革命衛隊副指揮官發達維奏揚言 以色列的領土甚至沒有伊朗一個小省份那麼大 如果我們決定 我們就能消滅所有猶太復國主義者 不過根據海外媒體 《耶路撒冷郵報》的報導 有消息人士透露 伊朗正在透過秘密渠道 向以色列傳遞信息 表示若以色列的行動報復有限度 伊朗將會考慮結束這輪雙方之間的交火 不過報導沒有具體提及 以色列對該提議的回應 值得一提的是 德國外交部長在柏林國會宣布 德國不會因為協助以色列攻擊激進分子而感到羞恥 德國將會繼續向以色列運送武器 近日南北韓關係逐漸升溫 新消息說北韓已經啟動爆破行動 柏偉連接南北韓的鐵路 經以線同東海線 而南韓軍方也立即開火還擊 在軍事分界線以南地區進行了射擊 緊張局勢的直接導火線竟然是全單 就事件北韓方面強勢回應 北韓軍隊總參謀部指示炮兵部隊 做好開火準備 一旦類似滲透再次發生 立即會向敵方目標發動攻擊 據南韓媒體報導 連接北韓和南韓的鐵路 包括東海線、京二線 戰頭山和共同警備區JSA通道等 北韓在15日中午左右 站毀了京二線和東海線南北軍事分界線的一段 南韓軍方沒有受到任何損害 但是就隨即在軍事分界線以南地區進行了射擊回應 早前南韓政府也發表聲明嚴厲譴責北韓的舉動 並表示若事態太惡化 北韓必須負起所有責任 京二線是一條全長499公里的鐵路 由首爾站出發 途經高陽市、波州市 前往北韓的開城、平壤和新二州 而東海線又叫東海北部線 連接雙陽至沿山 全長180公里 南韓政府用貸款 支持了京二線和東海線的鐵路 以及陸地連接項目 以目前的匯率來計算 相當於投資了1800億韓元 而炸斷鐵路的導火線 據韓聯社報道 是南韓無人機闖入平壤上空 散發大量傳單 北韓聲稱首爾這個月 三度向平壤派遣無人機 散發譴責金氏政權的傳單 北韓公布的傳單內容 上方寫著 只是想中飽私囊的金正恩 並且附上金正恩 帶著疑似價值1500萬韓元的瑞士名標的照片 以及他的女兒金主愛新村 價值240萬韓元的法國精品 地歐大衣的照片 傳單還比較南韓和北韓民眾的連收入 能夠買的白米和粟米的數量 傳單下方還寫著 北韓經濟情況就好像地獄 而該傳單受到北韓的廣泛報道 北韓官方媒體《勞動新聞》14號的頭版 就公布了三件和無人機有關的報道 對南韓進行譴責 第二版的標題就是 北韓人民被激怒了 據北韓官方通訊社 潮中社星期日報道 北韓軍隊總參謀部 上星期六指示 炮兵部隊做好開火準備 一旦類似滲透再次發生 立即向敵方目標發動攻擊 聲明說該命令在星期六發出 一直有效到星期日 中國社會壓抑氣氛持續加大 中共近日推出新規定打擊鞋音 網絡用語等暗號爛鏡 引發網友說笑話 現在才規定 已經台灣太遲了 根據中共中央網絡安全 同資訊化委員會辦公室11號宣布 按照2024年 清朗系列專項行動計劃安排 將會針對網絡平台的熱手榜 首頁頭版和發言精選等關鍵區域的 不規範語言進行整治 並且打擊濫用忍悔表達的網絡行為 特別是歪曲音、形、異、編造的 網絡暗號爛鏡 來規範網絡語言的使用 改善網絡環境 並促進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長 中國官方媒體《人民日報》舉例說 遠如無過 與你無關 將都、假都、真的、假的等諧音爛 以及你的老陸指的是不擇手段的人 以及小狗指的是體型收縮的男性等網絡用語 都不符合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規範 這個規定引起網友廣泛討論 網友都認為 難的難不難不是重點 重點是你不要影射到不應該影射的人 台灣網友在社交媒體討論 認為規定來的台灣太遲了 將都、假都 更平又更平了 不能搞笑太難太難了 有些還說 索性直接把中文按白了 共產黨懂得玩 明這麼難夾 暗這麼鬧黨 X平台網友說 第一眼看成是清朝規範網絡 始終要回到每句說話 都必須按規定說的年代 文革歡迎你 那不如直接 逢老百姓把口 這樣不僅不用說話 連飯都不用吃 剩下的時間 全部用你開工 豈不是更好 有網友總結說 如果尖銳的批評 完全消失 溫和的批評 將會變得恥意 如果溫和的批評 也不被允許 沉默將會被認為居心叨測 如果沉默不再允許 讚揚不夠賣力 將會是一種罪行 如果只是允許一種聲音存在 這樣 唯一存在的那個聲音 就是謊話 還有網友溫馨提醒 出門阻轉系政府 不要傷害無辜的人 加拿大政府調查2023年 發生在溫哥華的 瑟克教領袖 尼賈爾的命案 之前尼賈爾被印度政府通緝 並被指控為激進分子 加拿大政府 將印度外交官員 視為尼賈爾命案涉案的疑犯 就事件印度政府14日率先宣布 召回駐加拿大的高級官員 以及5名外交官 並下令驅逐加拿大駐印度高級專員 以及5名加拿大外交官 以此表達憤怒 加拿大和印度的外交糾紛 急劇升級 擁有加拿大籍的石黑教領袖 尼賈爾 2023年6月 在加拿大溫哥華 遇害身亡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當時說 有可靠的指控 認為印度情報單位 涉及尼賈爾命案 自從那時起 印度和加拿大雙邊關係 就越來越惡化 而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關係 一直比較緊張 近日就傳出有可能緩和關係的消息 發信社報導 印度外交部15日宣布 外交部長蘇傑生 將會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 代表印度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 在近十年來 新德里外長首都出訪宿敵 印度和巴基斯坦兩國 都表示並未安排雙邊會談 自從1947年 英國殖民統治結束 英屬印度 被分割為印度和新的巴基斯坦以來 曾經幾度開戰 這兩個核武國家一直激烈敵對 上海合作組織成員 包括中國 印度 俄羅斯 巴基斯坦 伊朗 哈薩克 吉爾 吉斯 塔吉克和烏茲別克 另外有17個觀察員國或對話夥伴 該組織經常被拿來和西方主導的 北帶西洋公約組織這圖相提並論 印度外交部表示 印度依然積極參與上海合作組織 這屆峰會的重點是貿易、人道主義和文化相關議題 7歲的香港劉先生 服用了健康520的三高代謝寶 有意外收穫 劉先生因三高問題服用三高代謝寶 自從吃了三高代謝寶之後 他的血糖一直保持在6至6.12之間 血糖不僅穩定了 還更令他驚訝的是成功減綁 聽下他怎麼說 我的工友和同事朋友見到我 9個月以後減了10公斤、20多磅 他們說奇怪了 為什麼你要吃什麼減肥藥 我以往就吃過五色零食 我又吃過黑醋 都沒有效果的 做這些東西以後 OK的就行了 它是好過你吃一身品 最大功能就是因為我這麼短時間 減了10公斤 除了樣子是瘦一點外 是很精神、很山蠻 功效沒得頂的 必然之間真的沒得頂的 劉先生還說 從9個月前 警察所有的失業 任何人都不吃 很精神 結果效果非常好 講得沒人相信 這是自己知道的 再講完就要賣廣告 我感覺上 那個灰鴿已經漸漸退了 灰色的 開始蠻煉 香港腳肯定臭味都沒有了 我沒有任何其他東西 藥物來自治的 劉先生的身體有這麼多改善 正是因為三高代謝寶的獨家配方 以全方位的方式 來調節和平衡人體各項機能 自然地恢復人本身的療癒能力 從而達到健康的身體 如果你正在尋找一種純天然的健康療法 三高代謝寶就是你的最佳選擇 想了解更多詳情 請瀏覽健康520網站 網址就在我們的影片下方 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 歡迎轉發 這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再見 再見